好,再來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好,半頗式尺寸標註 頗式等角圖 記住,它是頗式等角圖 好,三式圖一 畫頗,半頗式圖 在半頗式圖上面進行尺寸標註 這個,老師等一下會講解一下 好,再用畫頗式等角圖 好,左半邊畫半頗式 右半邊畫頗式等角圖 好,1比1 好,每一格是5mm哦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 有的同學看到這麼大格 就會覺得它是1公分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,所以 6個 好 所以這裡 1公分 2公分 3公分 4公分 好 所以它基本上 基本上 好 我是等角圖 我們先來畫半頗式圖 好,半頗式圖就是 一邊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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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部情況 一邊畫內部情況 好,我們很快速的 老師用 直接用紅筆畫 其實就跟 這個圖很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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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外觀基本上是沒有變的 好 好 好 再 兩個 這中間 一邊 一邊是外部情況 一邊是內部情況 齁 三個 好 這這裡外部情況 是不用有虛線的 齁 要不要注意一下 好 好,中間是 中心線齁,特別注意一下 好 半頗式的 內部跟外部的分界 是用中心線來畫齁 好 同學 畫完最 重要的 這個 不要忘了 好 同學 有時候在畫這個 很容易忘記這個東西 好 好 記住 這個 老師是 為了時間關係 好 好 用圖手畫 請你們一定要用什麼 齒畫齁 好 再來我們要進行尺寸標註 好,尺寸標註齁 圓心 對不對 標示出它的高跟 這個寬齁 好 來 所以它這裡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外部的尺寸 一種是內部的尺寸 好,所以我這裡 四公分 你看我這裡多畫出來 等一下把它擦掉 好 好 好 我畫 我這裡都是在標 應該是以這個為主 最外圍的 我現在衍生進去啊 好 這裡是在標 內部尺寸 好 過 在外部尺寸 我把它倒過來畫 比較好 這裏我就只管外部尺寸啦 這應該要標個總長 這裏就寫在左邊 好,再來就是 好,記住,這個很特別喔 好,來,這有幾個 我們先來慢慢來 好,這有幾個喔 我們這裏先包外部的,內部的 好,內部這裏特別注意一下,這要分好幾層 好,我這裏畫一公分對不對 這裏就要畫兩公分 好,內部只有這兩個尺寸 好,好 所以這箭頭要從哪邊畫呢 好,因為它這一邊沒有界線 所以我這邊只有一個箭頭 好,這邊也只有一個箭頭 好,就像這樣 好,所以這是直徑 直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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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 30 好 這裏呢,我現在標的是這一個 這個 外部尺寸了吼 外部尺寸,我先分成兩邊 第一個是這邊 一樣距離 把外部尺寸 好,還有一個外部尺寸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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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子才對啦 內部尺寸 嗯 好,這樣子才對 一個是在標內部的尺寸,一個是標外部的尺寸 所以這樣子才對